第3746集 灭无极道 我隐居在此有两个好处 一则是可以借助龙渊天剑的气息 隐藏自身 不容易被人发现 二则是等龙渊天剑禁止松动 我可以夺取此剑 报仇血恨 说到最后 灭无极眼眸里有仇恨的杀意 他不只是自己的仇恨 还有横谷圣地的恨意 当年横谷圣地被红天精追杀 最后害得灾难魔女自暴陨落 这份仇恨 灭无极自然是记在心里 除了燕姬剑禁和龚叶峰 他还想诛杀红天精 一血耻辱 如果能拿到龙渊天剑的话 那报仇就有可能了 叶辰道 龙渊天剑 毕竟是无上天剑 不容易夺取 灭无极道 我也知道 只可惜了 当年主人赐给我的福照 如果那福照的灵气 我能全部吸收 说不定毁灭道印的修为 能够突破天地限制 达到第十重 到时候 想指掌龙渊天剑 一如反掌 说到最后 灭无极眼神里闪烁着光芒 战意腾腾 但下一场 他眼眸里的光 便是暗淡下去 可惜 我气韵浅薄 终究拿不到真正的 台上赐福 如今数万年沧桑 毁灭道印 只是练到第九重而已 这辈子都不可能突破 第十重了 而当年福照爆炸 灵气散意 也被燕际剑灵 抓到机会 追溯出 龙渊天剑的下落 我现在想夺取此剑 那几乎不可能了 灭无极叹了一口气 龙渊天剑 不止他一个人盯着 背后还有燕际剑灵 他如果动手 触动了剑气 立即就要被燕际剑灵知道 后果不堪设想 叶辰心头震动 总算明白燕际剑灵 是怎么知道 龙渊天剑下落的了 龙渊天剑 有很重的禁制吗 叶辰问 是 此剑禁制极大 如果禁制不松动 除非巅峰境界的 红天经亲临 否则谁也拿不走 我隐隐推算到 禁制松动之日 不远了 等龙渊天剑的禁制松动 那绝对是各方争夺的焦点 灭无极道 前辈 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只想报仇而已 若有机会 你我二人合作 抢夺龙渊天剑 若能执掌此剑锋芒 再配合你的轮回血脉 我的毁灭道印 足以斩杀被封印的红天经 好 若有机会 我们合作 夺取龙渊天剑 叶辰心头热血沸腾 似乎已经幻想到 执掌龙渊天剑 斩杀红天经的美好未来 灭无极微微一笑 然后又是叹息了一声道 上尾者气韵极其深厚 想要斩杀绝非易事啊 你若有空 便抽点时间留在这里 观摩观摩 昔日这里的战斗 说话之间 灭无极手掌连连掐绝 周围光滑浮动 显现出了一幅幅的画面 这些画面却是当年 灭无极和燕记剑灵 龚野锋的战斗场面 当年燕记剑灵的无上剑法 龚野锋的审判道法 灭无极的毁灭神道 朱般妙法的碰撞 都记录在这些画面中 夜晨看到这一幕幕 顿时眼睛瞪大 无比的惊喜 多谢前辈 这些战斗画面 对我非常有用 夜晨立即镇定心神 观摩着画面里的战斗 从这些战斗画面里 他可以感悟到 毁灭神道的妙法 也能进一步窥探 燕记剑灵的剑法奥秘 龚野锋审判道法的玄奇 知己知彼印证得失 对以后大有好处 那好 你慢慢揣摩 我已经老了 以后对抗红天青 还是要靠你呀 灭无极目光慈想 守护在夜晨身边 而夜晨则是全副心神 感悟着这些战斗的画面 对抗红天青先不说 如果能参透这些画面 至少能为百日之后 血神和儒祖的约定 出一份力 若是修为能够突破 在百日之约里 夜晨可以占据主动 与此同时 血神也在为百日之约 准备着 来到一处密地 血死狱 这是他这段时间 前往的第十个地方 也可能是百日之约 赴约前的最后一个地方 血死狱 在天人狱 是血神曾经修炼过的地方 更准确来说 这地方曾经奉他为尊 相当于他的领域 血死狱 这就是我记忆指引的地方吗 血神撕裂虚空 来到了一扇 古老的血色巨门前 这扇血色巨门 正是血死狱的入口 门两侧 堆砌着一句句的骷髅头骨 外侧是两条 鼓鼓流动的血盒 充斥着浓烈的血腥味 在血死狱里面 也是布满了无数凶恶的修饰 他们凶狠而残暴 整个血死狱 都因他们的存在 而爆发无数的乱斗 厮杀 惨祸 种种惨叫声 不绝于耳 偶尔还有肢体的碎块 被扔了出来 场面非常惨烈 天人狱虽平静 但血死狱 却是一片恶乱之地 这里汇聚着大半个天人狱 最穷凶极恶的人 恶人岛的十大恶人 有一半就是从这之中走出 在血死狱里 有大量特产的天才地宝 血玉花 血精石 血宫连台 血柳枝等等 这些天才地宝 无论是炼器还是炼药 都是上好的材料 所以这让血死狱 充满了吸引力 有无数修士 冒着危险前来此地 只为了采摘背后的宝贝 当然还有很多人 根本不是为了寻宝而来 只是想单纯厮杀而已 毕竟最能锻炼武道精神的 永远是杀戮 在无尽的杀法里 最能魔力心性 增进修为 我在很久以前 在血死狱埋下了一把剑 血神望着血死狱的入口 目光悠悠 脑袋疼痛之间 也想到了很多的记忆 他回想起来 当年他曾经在血死狱 埋下了一把剑 叫克经离火箭 是三十三天混沌至宝之一 属于八卦混沌 代表着离卦火焰 和大寒更月风 更进前元珠 飞羽 迅风缩 太乙震雷沙等等齐名 克经离火箭 火焰气息无比霸裂 而血死狱 地脉灵气 也是无比的森严 当年 血神将克经离火箭 埋藏于此 是想吸收这里的 地脉灵气 提升法宝 剑气的品质 如今数万年过去 如果克经离火箭 还没有被人挖出来的话 那剑气之浓烈 恐怕已经到了 非常恐怖的地步 如果能挖出此剑 在百日之约里 对抗如足 血神便多了一分把握 不过 克经离火箭 具体埋在哪里 血神也不确定 他需要踏入血死狱 亲自寻找 感悟记忆 才能知道 略微带着一丝 岁月唏嘘的沧桑 血神走到血死狱的入口 这血死狱 堪称天人狱 最接近地狱的地方 血神知道会很难 但依旧打算冒险进入 喂 哪里来的家伙 进入血死狱的规矩 懂不懂 一万颗大圆丹 拿出来 血神刚打算进入 血死狱门口的两个守护者 却是呼喝起来 满脸刁难的模样 走了上来 血神一正 如果夜晨在这里 多少丹药都可以随手炼制 但他却不懂这些 也拿不出一万这么多的大圆丹 两位兄弟还请通融一耳 血神一拱手 只想进去挖取昔日埋藏之箭 实不愿多生事端 通融你爷爷 一个守护者冷哼一声 推了血神一把 血神退后一步 脸色顿时意寒 等等 你看看 另一个守护者 却是骤人瞪大眼睛 宛如看到鬼一样 怎么 先前的守护者 却是漫不经心的模样 你看看他的模样 像不像是 血神 后一个守护者 战战兢兢的 血神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先前的人吓了一跳 顿时头皮发麻 血神可是昔日 血死狱的主宰者 在血死狱这片混乱的地方 硬生生闯出 逆天的尊号 并镇压死方 让所有势力服从 当年 血死狱各处 都立有血神的雕像 万人膜拜 你看看他的模样 是不是和血神的雕像 一模一样啊 后面那人 浑身哆嗦 回头指了指 血死狱里的一个广场 那广场的边缘 有一座倒塌的石雕 石雕布满了青苔 但依稀可见 是昔日 血神的雕像 当年的血神 可是被称为大魔王 无数人恐惧膜拜 后来血神陨落后 足足过了万年时间 众人才敢将他的石像推倒 这一刻 对比了血神的残破雕像 和眼前的青年 后边那个守护者 便是恐惧发现 青年的相貌 和血神雕像一模一样 先前那个守护者 也对比了一下 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盯着血神道 你 你是血神 这世间 相貌相似的人绝对不少 但现在 两人分明感觉到 眼前青年 不只是相貌相似 连带着因果命树的气息 都和那倒塌的雕像 有种冥冥中的联系 是我又如何 我可以进去了吗 血神去不清楚 自己当年在血死狱里 有多么的风光 多么的无敌 多么的令人恐惧 他大概记得 当年他的确 统治过血死狱一段时间 但具体如何 也想不清楚了 他只想进去 将那把埋藏的剑 取出来 为百日之约做准备 请进 请进 两个守护者都不敢再阻拦 慌忙地让开了一条路 血神目光冷淡 大步地走了进去 而门口这里的响洞 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目 众人纷纷将目光投过来 然后都看清楚了 血神的模样 也感到他身上的命树契机 所有人彻底惊呆了 他们混迹在血死狱里 自然见过 无数次血神雕像的模样 即便是倒塌的识调 那也清楚记得 血神的相貌 咱都将这些诈格